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美的古中情书满市的咖啡香 每周四下午在大林慈激医院的癌症病房走廊 很多病人都会被咖啡香所吸引 自动走来向陈兆荣要杯咖啡 品尝美味的甜点在蓝熬的治疗过程中 悠闲享受下午茶时光 常年在大林慈激医院担任医疗职工的陈兆荣 由于看到癌症重症病患 家属因心情低落 常吃不下 因自己有调制咖啡的专业 便主动自掏腰包 为周四准备下午茶 五年来至少提供了六千份咖啡茶点给病患 刺激医院就跟我们搭我们户也同样 上人就跟我们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没在家的时候 朋友来一定要去照顾他 那你会更希望说来的人能够带着欢喜的心离开 那你会在这边说爸爸妈妈跟人家照顾好 在谷坑的咖啡店内 陈兆荣正细心地挑选着咖啡 对他来说 小小一杯咖啡不再只是单纯的咖啡 他更是饱受病膜折腾的癌症病患 一帖治疗的两方 有很多病人他们不喝咖啡 但是他就 就是闻到的香味 对 他就会很高兴 因为你在病房里面 闻到别的垂头地间出来 一定比的味道 所以味道是最重要 那再来口感 只要是干准的话 是一般大部分可以接受 除了对咖啡的挑剔 陈兆荣细心观察到 癌症病患因为胃口不好 不但要让他们吃得开心 最重要的是吃得下 我记得那个病人是一个太太 大概六十几岁的太太 她拿了那个签 那小汤子一切 那个布丁就要滑 滑 她大概用了两三次 才用到那个布丁 当时我就偷偷地看 我旁边那个同学 她的整个表情 她说我终于懂 我们彼此的这样子 拭目交接 然后她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每次来准备的东西 要特别的软 让病人可以移用 陈兆荣是用心 慢慢整住咖啡 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等待咖啡 她说 每周一次的咖啡下午茶时间 其实是想借由 与病患和家属聊天 抒发他们的压力和苦闷 想要喝一杯咖啡是值得期待的 就是你可以 记得那个时候 其实那时候 最重要的是 你老师最爱的咖啡 不然 你如果经历你不要紧张 这样就 你来你 你做这个笑材有啥意思 来 给你干啥 感谢你身体健康 有啥 来 感谢你身体健康 来 感谢你身体健康 感谢你身体健康 这位一句都有念 对 有苦衩的 感谢你身体健康 有啦 你看 哪有胖 一杯咖啡一块小蛋糕 钱虽然不多 却蕴含了 陈正荣对病患满满的祝福 过去人说 理清人意众千里送额毛 额师姐 哎呦 喝咖啡祝大家身体健康 因为我笑味 这个喝咖啡的这个idea 听说也是学习模仿 效法而来 来来这个故事听说是怎么样 就是以前是 就是爸爸住院的期间 自己曾经是陪病的家属 所以很能够体会那种陪病的苦 那病苦已经够苦了 陪病的人也很辛苦 那希望可以做 喘息志工这样子的机会 然后因为我之前的工作 是在近视苏宣服务 那近视苏宣我们有一个 就是那个职业体同仁的人文影 然后到了花莲的新年病房 曾经看过一段影片 就看到新年病房 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老先生在做咖啡的服务 他也触动了我想要做这一个 您是说您看到另外一位老先生 也在免费的提供咖啡 那个是一个图片的介绍 那当时您已经身怀绝技了 对 我都已经有了 已经学会煮咖啡了 这个一般在社会上遭种 你用怎样 实际就是精险 讲求效率 莫非在医院里面是行动 这个时间 节奏比较慢 节奏比较慢吗 要不然你怎么等待咖啡 那是就是说 像在病房里面会有很多陪病的家属 他可能一天24小时当中 在睡觉的时间很有限 可是白天他可能没有地方跑 那因为在这个下午茶这段时间 我会希望就是由癌观的师姐 我们大部分在重点的病房服务 癌观的师姐可以透过在等待咖啡这段期间 可以跟病人跟病人的家属多做分享 名义上是等待那杯咖啡煮好 但其实是争取一点时间 让志工可以跟病患或家属互动 所以你可以挑刚慢慢做哦 是 智慧妙吧 但是你也要跟这些师姐们讲好 对我们都有一个 就是工作的默契 你都自己开心哦 一开始都是我自己 那后来兄弟姐妹也会支援 那后来像秀珍 她也都有来参与这样子 这样 对 我们今天的亲友团有秀珍跟清莲两位师姐 秀珍本来 零零是开这个快炒店的餐厅 听说常常到书宣买东西而认识了她 然后觉得她非常神奇 因为仿佛你一走去买东西 她就一眼看穿了你有心事 好对 这厉害哦 因为她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有时候我去就是比较紧张嘛 比较紧张就赶快想要买东西买书啊 赶快回去 可是她都会叫我停下来就会跟我聊几句 然后聊几句我就觉得 她好像都讲到我的心事 然后我就会跟她多聊几句 你做人家是什么好坚持啊 好 因为她的工作很急促 对啊 我就 你都找人家买东西买东西就对了 对啊 她的参集啊 因为投缘了 讲话投缘 她变成一个宁倾素的对象 对 后来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去那边找她 听说有时候她还会讲的好像是自己家里的事 可是好像都投射到你身上 对 因为她有时候讲她跟她先生怎么样 所以我都觉得好像 在讲我 对对对 好像我今天好像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回去我就会想 然后我回去 我先生就觉得 我去那边回来好像心情都会很好 然后以后我如果说要去慈激 她就会说好你赶快去 你赶快去 对 她就会很喜欢我去这样子 后来师姐就找我做志工 去煮咖啡 所以我有时候出门的时候 可能蜜的是苦瓜 但是经过她的这个 洗滴之后 回来变成哈密瓜 对吧 苦瓜变哈密瓜 你先生也受益 对 所以还有一位清廉师姐 就是画面中谈古东的老师 当然一段一次 老师您自己本身学佛非常多年了 对不对 对我是虔诚的佛教徒 当初也是受到赵荣的邀请 对 本来在斗六门诊中心谈而已 对 后来就到了我们大林 对 那这样搭配起来应该是相得益彰 是啊 因为我们到那边就是各司其职 我煮咖啡 然后秀珍还有淑贺 他们就做点心 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 这个team很坚强 对不对 有人煮咖啡 有人提供这个点心 对 那也有志工 那也有人提供音乐 对 所以整个的服务是缺套的 而且听说以前女儿们也会来帮忙啊 是 先生有没有来帮忙过 我只有特殊的时间 什么时候特殊的时间 除夕 除夕夜 除夕晚上 我们除夕夜都在那守睡 你们在 我们这样联系大概有四年了 所以除夕夜你们全家会到心理炎病房 对 跟病患还有家属医护人员一起守睡啊 对对对 那来要有事做咯 有啊 世兄负责什么 我负责洗茶杯啊 哈哈哈哈 那你的女儿呢 我的女儿呢 她心情好 她要来 她说妈妈我可以请假吗 我说OK 所以她第一年 她是自己孩子 有一个孩子桌 就泡水果茶 那大人就泡乌龙茶 高山清茶这样子 是是是 就有茶道的师姐来来做准备 那我就陪伴这样子 赵荣师姐跟她的三个三千斤 三个女儿就像姐妹一样耶 不只是外表上 还有心灵上的距离都非常的靠近 那稍后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实赵荣师姐的家是 丁甘无名仇 丁甘无名仇 因为她住在云林谷坑 他们家开的是 谷坑的第一家 鸡肉饭店 可是加入慈祭之后 卖婚时 让她内心非常挣扎 想收掉这家店 又跟长辈有一些的冲突 那她的妈妈是如何从极度反对 到最后支持她成为一位慈祭人呢 我们稍后回来再聊 陈兆荣 古坑老家现在卖的是饮料冰品 不过原先做的却是鸡肉饭餐饮生意 也是谷坑乡第一家鸡肉饭店 加入慈祭后 她毅然地将婚时餐馆收掉 并到收入只有原来三分之一的慈祭医院 禁私数训工作 我在这边待了六年半 每天都会来这边 没有啦 我现在就一个礼拜才来一天 一个礼拜来一次 那我原本是在 这是我原来的搭档 两个妈妈家一个人 所以感觉要收鸡肉饭的时候 你感觉很不高兴 我当然也不高兴 因为有很多幕后的推手在支持 我做这件事情 比方说我今天预计 我每一次去可能花一千块 那这个月我可能卡卡 好我就会请 二姐我要做什么事呢 你可以一起来吗 我二姐说好 我出一千块 我出两千块 二姐三姐还有弟弟 他妈妈 他们都是后面支持我的人 来大姐 大姐 不行 家好姐 干 帅妹的 要去吧 那他胃胃太小 回到家中 陈兆荣正与女儿们一起欣赏 女儿最爱的韩剧 她说自己非常幸运 不止妈妈 兄弟姐妹都是刺激人 在背后默默支持她 连她的三个女儿 也因为她的关系 和刺激结下不及时远 像大女儿刚从刺激过关等夜 二女儿即将要驻读 刺激大学 而三女儿未来也计划 要念刺激国专 更贴心的是 三个女儿从小 就会跟着她到医院帮忙 这个头发已经开始冒化了 不要每天洗头 不要 因为每天洗头的话 她头发的影响很多次 都坏掉了 不要放这边 知道 那把你要弄这样 你就这边绑一绑 然后这样拉过来 不是 有一种很像发圈的 我这样一直变变变变变 小心这样 陈兆荣与女儿相处 没有距离 像是亲衣朋友般 无事不谈 无话不说 因为我们都会跟妈妈讲心事 然后妈妈就是 她可以的方式 不会说 就像一般家长 妈妈就是 强迫式的那种感觉 然后她讲发 就是妈妈就是 真的很像朋友这样子 然后就是两个 就是皮脂互了 然后就是用咸鸟的方式 对对对 然后所以可能就会 就像这样跟妈妈糊涂 因为她们跟妈妈糊涂 可能就会像是说 妈妈是